其实天气太热除了中暑热衰竭 中风的患者也变多了 屏东基督教医院 昨天一个上午就收了五位中风的病人 那么到底是怎么会 从这中暑变成了中风呢 原因其实是因为夏天容易出汗 老人家的血压也会比较高 如果室外的室内的温度过大 这个温差过大的话 那么血管容易收缩 再加上水分补充不够身体脱水 血液的浓度变稠 血管阻塞导致中风 因此如果很热 没有流汗 要提醒你的事尽快地补充水分 否则即使你待在室内 也有可能会中暑甚至是中风